兄弟姐妹宝们我要来啦 这里是雪梨君Sharry 5129抠起来 祝大家五一快乐呀 今天的堂特别特别好 向我一定要上来跟你们分享 首先是上午 郡子工作室那条微博啊 卡点了5月1号10点00 是罗罗的511呀姐妹 而且我怎么觉得 郡子还在调侃猫猫是0呢 而且还是000 用他老婆最喜欢的数字 把重要的事情强调了三遍 哼 一些卡万一小狗 暗戳戳的小心思 大家满足一下茶钢权 我们把西蒙大猛一 打在公屏上吧 再就是今晚郡子发的小红书 他先是卡了17点12分 然后删掉了 17点14分又发了一遍 合理怀疑小狗的心路历程 是这样的 他本来是想卡17点11分 但是卡点失败 于是小狗恼羞成怒 哎呦我天 怎么没有卡上要命 于是他积极败坏的 删掉了微博 随即一想 不然我退而求其次 卡17点15吧 夜行 这次可不能再卡不上了 要早点发 结果 发早了 算了算了算了 摆烂吧 小狗的表情如同所示 那么 是什么原因 让我们小狗多次卡不上点 也要执着于卡点呢 翻翻日历 原来今天是演唱会彩排 一周年呀 一周年快乐 抠起来 怪不得西蒙如此看重 这不就是约等于婚礼 开始前的彩排仪式吗 那能不重要吗 一再看他今天小红书发的库存照片 这动作 这构图 是不是梦回演唱会时候的照片 原来他也和我们一样想念 五月全程热恋的那些日子呀 三年转发家关注 猫猫狗狗走花路